每日来到主人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让神进入你的思想 参考经文 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 诗篇十六篇第七节 作为一个年轻的牧师 有的时候我回到Ron的家 我们坐在后院泳池旁边的露台上 谈论各方面的问题 而问题多得像泳池旁的瀑布那样流淌不断 其中大多是关于耶稣 生命 罪恶 教会 圣经 以及教义 很多时候 我都无法给予精彩而有深度的答案 但是我们还是放胆开怀地谈 而神就是这样赐福我们的对话 就这样我们一起谈论神 而Ron并不是企图想得到什么称赞 我们只是两个交流思想的朋友 成圣是在你的心灵和思想中发生的 你若专心致志 神就会回应 自从Ron开始信靠神的恩典 他就开始找人谈论不同的观点 他有很多想法和问题 当人彼此谈成沟通的时候 神的灵就会和他们同在 圣灵的大能也会做启示的工作 当然 人生仍然会有痛苦 有很多挣扎 疑惑和恐惧 都存在着 但是 当你信靠神的恩典 认真地和神一起面对问题 你就会发现 祂一直都在你身旁 祂会进入你的思想 为你解除困惑 我是牧师 深信教会的重要性 不过 除了教会以外 我们都需要另一个平静 安宁 可信任的地方 来谈论 天国的事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 当夜来人静 我心中充满疑惑的时候 求你的话语 想法和意念 领到我 求你带领我 引导我 赐福我 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